而今天是国中会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一早8点也开放了网络查询 但根据台师大的新测中心公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全国有27万多名的考生当中 是有18559名考生得到了5A成绩 跟往年是差不多 不过这个英语数学还是呈现双方现象 各有三成左右的考生拿到带加强程度 而新店高中考场之前因为跳电而重考的考生 普遍成绩也比第一次来得好 早上8点时间一到考生上网查询会考的成绩 几家欢乐几家愁 比模拟考差很多 本来的目标是建造 现在应该是评评看成功或从事 整体感觉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根据台师大新测中心公布的资料 全国27万多名考生中 有18559名考生得到5A的成绩 占了6.86% 其中英文和数学各有31.54% 31.98%的国中毕业生 仅有待加强的程度 显示呈现双方现象 学生的学习落差大 至于写作测验的题目 从陌生到熟悉 岳俊老师表示 考生普遍集中在4到5级分 要拿到6级分非常不容易 这边非常的特殊的是 他用猫来比喻自己 把自己的内向含蓄 有点封闭的那种心情 投射到那个猫的身上 然后从他跟猫的互动当中 他有了一个领悟 另外这次会考新店高中的考场 因为跳电而重考的国文与数学科 国文重考后进步的有256人 数学重考后进步的有261人 有一些人他已经第一次就考得不错 第二次就没有那么的认真 所以整体而言 他的平均的标示 大概略为下降个0.2到0.1个标示左右 会考成绩出炉后 考生得注意了 6月16号公布个人的序位区间 紧接着志愿选田到23号 预计要到7月才会放榜 有点TV谢宇新张一华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